广大网友大家好,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兰县木兰镇东安村村民,我叫吴海军 身份证号232127196305212811,手机号18724203688 我现讲哈尔滨市木兰县公安局第三派出所所长樊景龙 违法违纪的犯罪事实简单介绍一下 2018年的8月17号,我儿子发现妻子与抛贼二屯张晓明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后 向他约来,张晓明说,咱们也不用打仗,我给你点钱,把这事撕了吧 事后,张晓明找到所长樊景龙 于2018年的8月20日,将我刑事拘留,定为敲诈乐死罪 8月21日上午9点54分,我妻子去派出所找到所长樊景龙 问他是咋回事,樊景龙右手指着我妻子破口大骂 说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别他妈逼逼,闭上你的逼嘴 当看到我妻子拿着手机录音后,还要抢手机 当我妻子把手机关掉后,樊景龙右手耸了我妻子 并说,你他妈要不给我点钱,我下一个抓的就是你 把你全家都抓进去 我妻子被樊景龙要挟辱骂后,害怕自己被抓 于2018年的9月25日下午5点52分,给樊景龙送去三千元钱 樊景龙看着三千元钱太少,还支持黑社会组织 先后来我家三次勒索钱财,每次都是三个人 他们向我家索要20万元钱,让他大哥樊景龙给办驱报候审 我妻子说我家没有钱,他们说你要不给钱 你们出门走路小心点,樊景龙遗憾,利用黑社会没有搞到钱 就伙同张晓明以给出谅解书为名,于2018年的10月16日晚上9点23分 在第三派所的车户内,敲诈我妻子四万元钱 我出来知道此事后,于2019年的3月11日递交给木兰县政法委和计券 计券委各一份举报材料,3月12日又递交给木兰县公安局计券科一份举报材料 3月11日晚上,有内部人告知樊景龙举报材料的全部内容 3月20日左右,樊景龙曾派人来我家做我工作 不要我再告,要给我点钱,我没有答应 木兰县政法委和公安局计券科都没有管 只有计券委调查组的人找我谈两次话 他们说你就别告了,你告到哪儿也得我们处理 关于他要欠你,我骂你妻子 那是他态度不好,这点小事以后他都可以改 关于他收你那三千元钱的事,也就能给个小处分 派出所所长也下不来 现在新法律规定,够三万块钱才能将所长撤职 关于他晚上九点多钟和张晓明在派出所的车户内 收你那四万元钱的事,他不应该参合此事 我们对他批评教育,他们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字 我没有签,其中一个人 其中一个人说,那你就回去等三年吧 至今纪念碑也没给我一个处理结果 我妻子被樊景龙要求辱骂后 吓得他昼夜难眠,寝食不安 害怕自己被抓,着急上火 于2019年的3月11日突发脑梗,入院治疗 现在我妻子经常从梦中惊醒,整天磨磨叨叨 说所长要来抓我,管我要钱 天长日久,已患成忧郁症,无前一致 综上所述,有银正物正 有一点不是事实,我愿负法律责任 我恳请各级领导,明镜高悬,伸张正义 一定要关注此事,责令有关部门 一定要严查研判,把事实查清,还百姓一个公道 恳请各界媒体和广大营民群众,关注此事 了解此事,恳请广大网友和我的父老乡亲 动动你发财的双手,转发此事 让全国移民都知道,木兰县公安局第三派出所长 在胡作非为,对老百姓要挟辱骂 在勒索钱财,在勤拿卡要 2019年10月3日,举报于吴海军